加州健保百科,您的贴身保险顾问,明明白白保健康 大家好,我是华欣保险的飞飞 在美国办医疗保险,你不能不知道开放投保期这个词 英文叫做Open Neuroman Period 这是大部分人每年可以申请和转换健康保险的唯一时间段 开放投保期很短,每年只有11月1日到来年的1月31日短短3个月时间 开放投保期有多重要呢? 简单讲,一旦错过,后果很严重 下面我从4个方面说说,为什么你千万不能错过开放投保期 首先,对于目前没有保险的朋友,这可能是宁威下一年投保的唯一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在加州要遭受无保险的罚款 而且未来一年也很难再买上个人健康保险 同时,对于无法申请加州健保的朋友 只有在这段时间,保险公司会开放比较宽松的窗口 允许这类情况全额自付保费购买保险 而对于已经有健康保险的朋友,也绝不是接着缴费自动续保就可以了 开放投保期也是您调整保险计划的唯一机会 第一,如果您的医疗需求和家庭状况会发生预期的改变 比如明年计划要怀孕生小孩或者要进行复杂的手术或治疗 那可能要考虑开放投保期是否把现有的铜60或者银70计划升级到搏金计划 虽然保费提高了,但搏金计划没有自付额 住院保险可以直接理赔 看病门诊费也要便宜很多 可以根据健康需求在这段时间调整保险计划 千万不要实际使用保险时才来报原资付额太高了 这些问题都是要在年底开放投保期去专业的保险经济沟通的 还有一些新移民朋友都反馈 非常不习惯美国的医疗体系 看病拿药、化验、手术都要四处奔波 特别麻烦 这种情况我们也推荐新移民朋友们可以尝试凯撒医疗的保险 它是一个既是保险公司又是医院的综合机构 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走进医院大门 一个屋檐下完成全套诊疗 最好的凯撒还配备完善的中文翻译 可谓是新移民医保的首选计划 此外像是结婚、生子、搬家、工资调整 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您的保费与福利 所以一定要在开放投保期和专业的保险经济核对资料 确保您拿到最好、最适合的福利 第二,如果您觉得目前的保费太贵 开放投保期也是唯一比价换计划的机会 很多新移民为了以防半衣 都选择了等级较高的计划 但时期很少使用保险 觉得不太划算 都通常会选择在开放投保期换一个计划 另外现在通胀严重 万物起涨 2025年健保保费也会继续调涨 比如一直备受华人朋友们欢迎的 一家健保公司涨幅达到了12.7% 而且医疗网、医院等福利都有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即使是去年你觉得价格福利 很合适的计划 今年可能已不再适用 所以一定记得不要马马虎虎 就自动续保了 否则续保了高价计划 后面一整年都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缴保费了 第三,保险公司的福利与合约 每年也会发生改变 最直接的影响 可能是你去年看的专科医生 为什么今年不再收你的保险了 就是这个原因 医疗服务提供商 每年都会和保险公司重新签订合同 合同的变化 可能直接影响您使用保险 比如今年暑假 在城县使用Providence 医疗网的朋友们就很疼痛 是因为他们的保险 BlueShield HMO和Providence 没有续签合约 导致原本的家庭医生 突然就看不了了 所以在开放投保期内 一定要确认你常用的医生或医院 是否还在现有的保险计划内 最怕的是 需要用保险的时候才发现 想去看的医生医院 怎么自己的保险已经不覆盖了 讲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于开放投保期的重要性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无论现在有没有保险 开放投保期一定要行动起来 和华星保险专业 有经验的健保规划师 讨论您和家人的健保计划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加州健保百科 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期见